Hello大家,今天的活动结束了,其实还没有结束,我就早早的带着我的宝贝们撤展了 这样的展会呢,其实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包展 那从最开始我所理解的包展就是每一个包袋都能被非常认真的对待,去有足够的尊重 那在尊重包袋的同时,我觉得也是对客人足够的尊重 是促成客人和包袋的这种缘分的一个形式,这个叫做包展 参加过几次包展之后,尤其是最后之前参加过一次深圳的相对商家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大型的所谓的包展之后呢 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这种感觉不太好,不太好在哪呢 就是所有的包,它其实并没有被尊重,所有的客人其实并没有被尊重 我回来之后想了很久才开始录这期视频呢 我会觉得我所形成的那一套价值观 那一套对包也好,对人也好的这种态度 其实是和现在的所谓包展和今天的这种内购会是格格不入的 那我会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我自己的这些商品 我会想要把它们尽量好的展示给那些潜在的客户 我会希望每一个客人买到包之后都是非常开心的 都是会觉得捡到宝贝了 都是会觉得未来除了专柜给予你一些售后的服务,比如说保养 那还有我这里可以再为你的这个包提供接下来的服务 比如说你想要寄卖回收,比如说你想要清洁一下,清洗一下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那从包展上看 我们所有人好像都在觉得这只是一个为你赚钱的工具 就像买二手地摊上的东西 就像买一辆二手车 当然了出售二手车的人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更多去看二手车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恨不得赶紧你交完钱 然后车就给你了 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 就划清界限了 都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今天回来之后其实还想了挺多的 从去到那儿我会希望大家来问 来感受 甚至我很希望去给客人拍拍照 说你背上我 然后我帮你拍照 你看一下这个状况 因为现场没有镜子 然后也会希望别人问一些问题 我去耐心的解答 但是现场是什么样呢 现场就是那种 好像很多人觉得这个包这么贵 我要摸一下 这个包这么贵 我要拎一拎 这样的感觉 当然不是不可以 但是当你看到 我在真正用爱马仕的人身上 不太容易看到这种状况 就是那个包 往那一放 就是往展柜上放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心疼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会那么心疼 我觉得我应该客观的去看待 它毕竟还是商品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 就是在上午的长时间的展会 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坐不住了 当然不是坐着了 都是站着 我就觉得我不能不采取行动了 于是呢我就站在离我的包很近的地方 有人要拿 不是不让拿 那我就主动拿下来 我拎一下给你看一下 你要看哪里 我帮你展示 就是这样 你要想拎的话也没有问题 你要想放上去的时候 我来放 我要 我要给包足够的尊重 如果客人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尊重的话 我觉得去让他被心理操纵 购买一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不合理的 这就要说到第二层了 就是在那个场合 可能爱马仕不是主流 很多人都奔着LV 香奈尔 甚至Coach 这样的品牌去的 一看到之后 立马就拿看 然后就想要买 我觉得在那么多人 在你身后 想要看这个包也好 试这个包也好 拿这个包也好 你那个时候 其实是不理智的 我不能让别人拿 我不能让别人 占了我这个机会 这个包我看了看 然后就我要买 我要买 我要怎么买 其实这种 我反而也是不喜欢的 今天其实出了两个包 一个是1955 是古池的一个 一个我自己 还蛮喜欢的这个包 虽然它的容量 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上升的效果 真的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 比专柜价格低 这么多的情况下 是非常适合入手的 现场呢 除了我有这个包 另外一个 一个商家 他也有这个包 而且那个包的成色 也并不好 而且比我的标价 要贵 贵差不多10% 那 这个时候 其实 我的那种 希望你买这个包 是因为第一 你很适合它 它很适合你 就是你们两个匹配 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然后 我个人对这个包 也非常的认可 另外呢 我的价格 还有比它的更好 那个时候 我甚至可以 很自信的说 买吧 放心 或者是 信我的 买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带着这种情绪 去服务 那 售出那个包 其实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开心的 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 它跟对人了 或者人也挑对包了 这种匹配 让我心里面 非常的舒服 那个包包的新主人 是一位 非常年轻的女士 那她买包呢 其实就是我所希望的 她要去对比 看一下 然后去尝试一下 去拍拍照 去对比对比 去询问询问 这些她都做完之后 她做出一个 非常客观的决定 我真的不希望 大家再遇到 这样的卖场也好 打折也好 或者是觉得 捡便宜也好 事实上 能捡到便宜吗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我去了 我也不觉得 哪个包是我值得 拿回来 带给大家的 对不对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 一定要去感受 一定要去多问 在考虑 足够多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喜欢 是可以买的 并不是不能买 但是 我想说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 在朋友圈的这种 这种方式 那 呃 加我 朋友圈的 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爱包的人 都像我一样 都是 都是觉得 包是生活中 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 我们可以去 花几个月的工资也好 或者是 一个月的工资也好 可能他们收入高一些 像买 Gucci这样的包的话 可能也就是半个月 一个月的工资 那 我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 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哪怕是买爱马仕的话 我觉得 如果你有足够的 实力 完全可以去 可以去尝试 今天其实是有两场展 上午的这场呢 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地方 然后下午的这一场呢 是在一个很很小的 所谓的会议室里面 我觉得 完全不是 可以把我的包展示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展 虽然没有展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 所有的东西都放在 那个会议室里面 我们自己去照看嘛 就有很多其他品牌的 什么香奈儿啊 或者是 或者是LV这些包蛋 他们都 都被堆在箱子里面 没有任何 泡沫保护的情况下 堆在里面 然后过来的人呢 就会去挑一挑 挑一挑 真的和 真的是和 在地摊上 挑东西的那种感觉 是一样的 我们好像是在挑一个 20块钱的东西 价值可能 并不能让你去足够的尊重它 但是 即便他们再便宜 我也不太喜欢 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 我就决定 把我的东西 寄回去 然后当我把两大箱东西 放上出租车 然后找到最近的一家 顺风快递的时候 真的是像找到家了一样的感觉 顺风快递都可以 让我的包舒舒服服的 躺在那些泡沫里面 包裹的非常好 然后风箱 风装 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完全和我在那些展会上 然后被那么多危险的客人 我真的可以这样说 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种场景 两个场景真的是截然相反 两个场景 一个让我很紧张 一个就让我很舒适 所以我觉得还是 还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 和大家去聊包 然后去展示这个包的状态 瑕疵 展示它 试拎它 都可以 聊完对所谓的包展的理解之后 我还想聊一聊 就是去感受了某东像这样的大公司 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公司了 在中国发展也很快 然后眼见的都发展的非常大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在那样的环境下 如果去工作的话 我也真的不太喜欢 把那么多人 关在一个个小房间里 或者是这样的楼层里面 然后上电梯要排队 加班文化特别盛行 然后到了夜晚都灯火通明的这种感觉 我真的 我真的并不喜欢 太太问我说 你喜欢北京吗 这样比较的话 哈尔滨真的有很多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哈尔滨没有那么多拥挤的状况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事件 可以让我安心的去对待我的包 去对待我的客人 所以这样比较的话 其实我还是喜欢哈尔滨的 对不对 和太太聊天的时候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像我这样对待包 对待客人 那注定了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包款 就是可能一千个人来找你买包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好服务 对不对 所以这注定是一件小众的事情 这注定是某一个圈子里面的事情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认识我了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知道我是怎么对待包的 知道我怎么去展示 我的包的一些状况 瑕疵 那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解决很多 自己在购买包袋也好 或者是出售包袋也好 这样的情况下的很多很多问题 在朋友圈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包展展会 其实也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有这些费用的话 这些包其实它不会便宜的 如果你有发现好包的眼睛的话 其实完全不需要到这样的 所谓的包展上来 不需要受到一些心理暗示 好像你不买别人就要买走了 不需要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它就自己入了一个包 花了大价钱 然后可能很快就不喜欢了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 今天真的是如我所想象的那样 根本没有办法 录很多的素材和大家分享 因为那些客人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直接走到我的视频当中来 我没有和他们去沟通 对不对 现场的状况呢 的确是比较乱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看 那这样的包展有可能我下次不长记性的时候 还会去参加 那我觉得如果再参加的话 大家一定要点醒我好吗 不要让我去 好吧 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期了 明天在北京待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晚上返回哈尔滨 基本上也是走走听听这样的状态 明天见大半 明天见大半天的时间